do, does, did都认识吧 那为什么这些词叫助动词呢 一个视频今天教会你 助动词啊 助就是帮助 帮助谁呀 帮助动词 助动词就是给动词提供帮忙的 这就叫助动词 它的名字已经告诉了我们它的用法 我们来看一句话啊 Are you a Chinese? 你是一名中国人吗 那为什么里面没有do, does, did的任何一个助动词呢 因为这句话里面没有动词 要助动词给谁帮忙呢 所以不需要 来我们看第二句啊 Do you like China? 你喜欢中国吗 为什么要用do这个助动词呢 因为like是动词呀 特别是喜欢 它给动词来提供帮忙了 理解了没有 英语一定要理解 英语不是死记硬背 理解了就简单了 我是李老师 这样学语法是不是很简单 语论机可以告诉李老师 你下次还想听什么知识点呢